今天带来一部2024年法国最新悬疑惊悚影片世界上于今年的4月份 听这个名字,我以为是关于黑洞的太空科幻影片,实际根本不爱比尔 但结尾的设定确实让我眼前一亮 那么话不多说,马上进入今天的剧情部分 故事发生在一个美丽的海滩,女主名为艾娃 胜扎游泳的塔突然遇到了一群水母 纵少周子这玩意是有毒的,没办法,艾娃之后又会岸上 而刚到岸上,就在远处看到有两个人死死盯着自己 这多少让他感觉有些奇怪 不过更奇怪的是邻居家的别墅,之前还好好的呢 现在却砸手重生,担心邻居的安危,艾娃斗胆走了进去 结果还真就没有找到邻居 正当他纳闷的时候,却发现墙外有一只眼睛在盯着自己 不仅让艾娃毛骨悚然,片刻过后他睁开了双眼 看来这只是艾娃的梦境 原来他是个机主人员,工作态度非常良好 任劳人员甚至想尽一切办法提高旅客的体验 同时也能保证飞机的航线安全 说他是模范员狗,那毫不为过 本身工作已经顺顺利利了 令人嫉妒的是艾娃还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老公非常能赚钱,是个主刀衣食 手头富裕的两人在海边买了个房子 不过这里有个隐患,那就是两人的工作性质 导致他俩经常不在一起,总是有一个人单独在家 艾娃属于非常自律的人,非常注重身材管理 在一次上班的时候,他偶遇到了邻居安娜 从两人的眼神来看,关系肯定不一般,过不起安 跑完航班以后,艾娃立即来到了邻居甲 怪不得影片开始,艾娃如此担心邻居 原来他俩是超越友谊的关系 也就是说艾娃属于双性恋 到这之前的隐患就体现出来了 由于夫妻二人的工作关系,导致经常不在一起 等丈夫去上班的时候,艾娃就去找邻居弥补内心上的空虚 然而子日是抱不住火的 很快,丈夫就感觉到了艾娃有些不对劲 他发现妻子艾娃总是心神不定 而且每次聊天都像是有心事似的 不过为了稳定住家庭,丈夫并没有说出来 只是告诉艾娃,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 这种诚恳的态度着实有些打动了艾娃 也就此,她鼓起勇气找到了邻居 表示要与她断绝这段关系 主要是艾娃不想辜负丈夫 可令她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邻居一样舍不得这段恋情 随后她告诉艾娃分手可以 但答应我再甜蜜一次可以吗 为了不留遗憾 最终艾娃没有禁得住诱惑 答应了安娜的请求 但这次以后,两人算是彻底多了联系 见妻子最近情绪有些失落 丈夫特意叫来了朋友 并且租了游艇带她出去玩 哄妻子开心这一块 说实话,这个丈夫做的算是可以了 相对而言,这个艾娃有些不太争气了 因为她始终都忘不掉邻居安娜 甚至有一天晚上 她尝试着偷偷游回岸边 与邻居相见 然而她还真就这么做了 可好不容易回到了邻居家 却看到了非常恐怖的一幕 那就是邻居竟然遇害了 不仅如此,她又看到了影片开头 墙外死死盯着她的那双眼睛 与此同时,艾娃再次从梦中醒来 虽然说这次仍旧是梦境 但她觉得如此真实 而且此时的艾娃有个更恐怖的想法 那就是她认为 丈夫就是那个隔墙偷窥她的人 那么也就意味着 艾娃出轨的事很可能暴露了 为了验证这到底是不是梦 艾娃当晚就给邻居发了短信 但没人回复 无奈之下,她只好跑到邻居家 可眼前的场景虽然让她松一口气 但马上就难受起来 因为这个女友安娜 马上就找到了心患 这个艾娃性格就是贱 说白了 之前压根也没放下这段感情 面对女友的心患 嫉妒与不敢全都涌上心头 瞬间感觉自己像是失恋了 不仅影响了她的正常生活 甚至还影响到了艾娃的工作 不久后,她觉得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 必须找安娜说个清楚 于是乎鼓足勇气再次来到了安娜家 然而就在此时 奇怪的事情再次发生 邻居家又如影边开头一样 杂草重生 像是很长时间没人住了一样 这让艾娃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 不管邻居再怎么样 她也不可能消失 虽然艾娃很想寻找安娜的下落 但无奈她还有工作要忙 就这样,她带着复杂的心情出了趟飞机 然而诡异的事情仍在继续 等艾娃回过神来的时候 自己已经在飞机上了 到这儿,重点来了 艾娃看了一眼燃油表 比平时飞行多用了一吨油耗 她表示这很不正常 可旁边的副机长表示 这是按你的要求造作的 这句话是不是很熟悉 没错 这个要求正是影片开头艾娃提出来的 那么到这儿就有两种可能了 第一,之前的一切都是艾娃的梦境 第二,那就是这一切都是一场轮回 艾娃又重新经历了一场同样的事 那么到底是哪一种呢 我们继续玩一看 这次飞行结束以后 艾娃始终都担心着邻居 无时无刻都在想着她在干嘛 随着对安娜的思念 艾娃的精神头是一天比一天差 甚至每天晚上都做着同样的噩梦 梦到一个穿着字母衣服的男人 朝自己走来 为了找到邻居 艾娃最终决定去问问 那天出现在邻居家的女儿 也就是女友安娜的新环 随后她找到了一家夜店 在里面果然找到了这个女儿 不过聊的并不是很好 女人表示 安娜就是自己手中的玩物 两人根本就没有感情 甚至还提醒艾娃 你也应该跟这样的女人保持距离 她非常的危险 这些话让艾娃觉得 面前的女人好像有所隐瞒 便想逼问她 说出安娜的下落 可对方并没有给予理会 然而就在此时 艾娃仿佛看到了安娜的身影 就在不远处 可这里的人非常的多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好不容易找到了安娜 却发现又是自己的幻觉 当艾娃走到走廊尽头时 发现自己又莫名其妙的 出现在了机场 与此同时 意外再次发生 这次的意外非常严重 差点导致一飞机人全部丧命 不过重点还是之前的细节 还是按照之前的要求 安娜提高了飞机的高度 还是一样多耗了一吨的燃油 可就在此时 安娜的意识再次恍惚起来 要不是副机党 及时拉低了飞机高度 后果那真是不堪设想 这件事结束以后 艾娃遭到了停止 现在的塔也只能展示 回家休息了 由于精神方面出了问题 艾娃进行了血液检查 本以为休息一段时间 就可以恢复工作 可实际并没有 不久后 同事打来电话 询问艾娃 最近有没有做过手术 艾娃很奇怪 同事为什么这么问 同事马上表示 因为在你身体里 查出了大量麻醉剂 这种药物 不仅可以麻痹神经 还可以让人记忆力减退 听完同事说的话 艾娃是头皮发麻 如果同事说的属实 那么正对上了 她之前的想法 那就是这一切 都是丈夫所为 不仅撒了安娜 还为了隐瞒罪行 选择对艾娃用药 与此同时 她也想起来 经常在梦里出现的 那个穿字母衣服的男人 这并不是梦 而是现实发生的事 就是她与丈夫 把邻居尸体处理掉的 一想到这儿 艾娃吓得那是毛骨悚然 二话没说 就从房间里跑了出去 见状 丈夫也是紧随其后 不过她边跑边喊 这一切都是误会 听她解释 可越是如此 艾娃越是跑 最终悲剧再一次发生 她与一辆冲过来的车 撞个满怀 等她醒来以后 自己已经躺在了病床上 此刻的艾娃还坚信 这一切都是丈夫所为 直到她看到 自己受伤的眼睛时 才让她回想起来 之前发生的一切 原来当初傍晚 实在是受不了寂寞的艾娃 准备找安娜说清楚 可当她到达邻居家以后 发现自己的女友 并不是什么证人君子 与自己的感情也都是假的 只是为了 录一些激情视频 拿去贩卖 伤心欲绝的艾娃 一榔头将安娜打死 也就是说 真正的杀人犯 实际是自己 丈夫只是帮她处理掉了尸体 之后 为了让艾娃忘记这件事 对她使用了麻醉剂 直到现在 艾娃才知道 真正爱她的人 就在自己的面前 而且从来都没有离开过 不久后 丈夫带着康复的艾娃出院了 为了帮她缓解心情 两人携手来到了海边 然而就在此时 迎来了本片最大的反转 也是本片的高潮 只见一个女人 从海边游上了岸 缓缓走来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影片开头游上岸的艾娃 也就是说 这一切都是一场轮回 一场永无止境的杀人轮回 随后艾娃笔直的 走向了刚开始的邻居家 自此影片结束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们 可以看看原片 我是马峰苏电影